疫情下在家追劇看電視 成為民眾重要的休閒娛樂之一 三年前成立的中華IPTV頻道商協會 舉行第一次理監視改選 面對未來的挑戰 疫情是危機也是轉機 疫情期間 有大概我們增加了快20%的訂閱戶 疫情衝擊下民眾要避免群聚 宅在家追劇看影集是最佳選擇 不過有線電視固定費用吃到飽模式 無法讓觀眾自由選擇個人的喜好 不過IPTV提供的MOD頻道 可以讓觀眾自由選擇訂閱 具有極大的競爭力 其實最大的競爭對手應該是OTT MOD跟有線電視 事實上他們應該是可以合作 雖然IPTV提供觀眾收視彈性 但是隨著年輕一代收視習慣的轉變 手機電腦逐漸取代傳統的電視 OTT帶來的衝擊讓有線電視或是IPTV 都必須提供更好的內容才能吸引觀眾 尤其新聞頻道擴大以及區塊化 就是第一步 把它區塊化掉 就可以讓更多的業者 進入了這一個產業裡面 他們也可以被看見 那麼被看見以後好的留下來 不好的自然會被淘汰掉 應該是把它擴大區塊 讓更多的內容產業可以有機會進來 這個才是收視的客戶的一個權利跟福利 有線電視萬年不變的頻道表 靠的不是品質 而是誰先卡位 造成劣幣驅逐良幣 只有擴大市場加上良性競爭 才能抓住觀眾的眼球 打贏這場電視大戰 歡迎新聞 宏西宇林外宇 台北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